大家知道什麼是AR、VR、MR嗎? 那我們來先講看看什麼是AR AR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大家普遍認知叫什麼 看到鬼 看到鬼就是今天你拿起手機 然後看到一個很像模型R的東西 出現在現實生活 就是把虛擬的東西帶到現實生活中 這個是AR最好的一個案例 大家最常玩的AR應用應該就是這個 大家看到中間的這個影片 我們透過臉部的識別 把一些虛擬的資訊帶到你的臉上 那在未來還會出什麼 還會出肢體相關的識別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未來不只是臉部 我可以偵測到你全身的肢體動作 那這樣的肢體動作 其實我們就是要靠 我們就是AR加AI的方式來進行整合 那MR呢 MR是什麼 MR其實我們在講的是 我們叫做現實跟虛擬的合併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AR的延伸 那它可能會進到MR 就是透過眼鏡的方式 你可以用傳感器或各種設備來做到互動 就是你可以跟虛擬的東西 在現實生活中做互動 這時候我們把它統稱叫做MR 所以AR是什麼 AR其實就是停留在你的手機屏幕裡面 MR叫什麼 你可以透過一些sensor或裝置 來跟虛擬跟現實的東西做互動 混合實境 我們來看影片這一塊 這是Halloran Halloran大概在 就是Microsoft 它其實在2016年 2015年16年它就推出這支眼鏡了 這支眼鏡多少錢喔 這支眼鏡10萬塊台幣 大概 那這個眼鏡現在展示的內容是 真實的 它的確可以這樣操作 那Halloran在今年的時候呢 它出了第二代 就是Halloran 2 那這個現在大家看到的是1代的部分 那其實1代已經可以做很多的應用跟內容 那為什麼 在我們看來 就是我們這些AR、VR廠商 我們在看什麼 就是 其實Microsoft它很早期它有做手機 後來放棄做手機了 那它就開始進入到下一個世代的市場 在我們看來 現在目前市場上最成熟的Solution 就是Halloran Solution 它比全世界有另外一間公司叫Magic Leap 的內容的成熟度還高很多 但是它現在比較重 它現在一支大概是300多公克吧 那這一支2代300多公克 1代大概是大概相近500克 就是你戴在頭上 有一些負擔 但是它真的已經可以做到 虛跟實已經可以完全整合在一起了 那這是一種新的技術 那在我們看來 未來有一天 你戴著眼鏡 然後透過一些 我們叫做資訊 你可以在全世界各地 看到更多虛擬相關的資訊 那VR就是什麼 沉浸式體驗 就是戴著眼鏡之後 你只在虛擬的世界 然後你就是在虛擬的世界看 可能在虛擬的世界玩 大家都可能有看過 有一部電影叫什麼 一級玩家 一級玩家大概就是VR最好的體現 現在最多的應用情境在哪裡 比如說遊戲 醫療 教育 相關 那VR講究的是什麼 我們叫做沉浸式的體驗 那它在做什麼 它在 就是看到一棟高樓 這個應用 其實在很多的那個 線下的一些體驗館 其實可以玩到類似的應用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VR缺的是什麼 VR就是把你帶到了一個 非常寫實的虛擬裡面 它缺了什麼 它缺乏了觸感 還有什麼 受覺 其實在這幾年很多的paper都在提出這種 相對應的一些研究跟內容 那在於觸感這件事情 其實我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其實還蠻感動的 這影片大概是在 18年 17年年底 18年的時候 可以提出來的 在這一個影片裡面 他是一個外國的藝術家 他做什麼 他做一個 他想像中 5年後或10年後 未來的情境會變成什麼樣子